这一节我们讲一下迭代器模式 迭代器模式虽然不是那么的常用 但是它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比较经典的 所以说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 套路还是那样 先介绍 迭代器模式是什么 是顺序访问一个集合 大家注意看顺序访问一个集合 既然说这个顺序访问 基本上都是那种数族形式的 因为对象形式它没法顺序访问 因为对象形式它不是一个有序的例表 对吧 顺序访问那得是一个有序的例表 就是能从0123456这样按照这个index的顺序 来访问的这样一个集合 首先是这么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呢要求是 使用者无需知道集合的内部结构 就是你顺序访问就顺序访问 对吧 但是这个集合内部是什么样子 它到底是数族还是对象 还是说set还是map 还是什么everybuff 还是notleast这些东西 你都不用知道 你都不用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我能顺序访问这个集合 我访问出来的元素 一个一个给我出来 我能操作 对吧 但这个集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到底是什么长度 它到底是什么数据格式的类型 你都不用知道 因为它做了一个封装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什么目的 大家想一下 目的就在于说 我能生成一种访问机制 这种访问机制呢 它能顺序访问一个集合 但是这种访问机制 不需要外界来知道这个集合内部结构 比如说我可以把所有的 符合这个机制原理的这个数据结构 就是所有的数据类型 都往这个访问机制里面塞 塞完之后 这个访问机制就可以顺序便利它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必要针对每一种数据类型 都写一个 怎么去顺序访问 怎么去便利 我们只需要写一种 做一个封装 做一个抽象 然后它就可以兼容许多种数据结构 或者说类型的这种访问 这就是连在新模式的一个设计初衷 这样呢 我想不出生活中有什么好例子来 实在是想不出来 因为这个事情做的比较抽象 但是我能拿这个JQuery来举一个例子 JQuery也是 大家虽然是工作中 或者说开发中的例子 但是也和生活中的例子相差不是很大 因为它太常用了 好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JQuery的一个演示 就是全当是我们的一个实例吧 大家看一下 左侧有三个P标签对吧 然后右侧这是引用JQuery的一个CDN的地址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 然后我定义了一个NodeList 就是getElementsByTagNameP 就是左侧这三个元素的一个NodeList 然后呢 我又通过这个JQuery的选择器 这个P的选择器 找到JQuery对象 这样的话 我需要便利它们三者 按照我们常规的便利方法 一般情况下 数组是要用ForEach的对吧 现在浏览器基本上都支持ES5了 所以说ForEach这个应该是可以敞开来用了 数组可以用ForEach 但是呢 这是数组的便利 但是这个NodeList 它就没有ForEach 因为NodeList它不是一个数组 不是一个纯的数组 所以它没有ForEach 所以我们就需要写ForEach来便利 对吧 第三个呢 是$P $P呢 是一个Decore的对象 那它呢 它里面有一个Each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便利 这样的话 就是提到我们之前的一个问题 就是三个不同的数据结构 它的便利方法有三种 对吧 为什么只需要这三种呢 因为不同的数据结构的API是不一样的 它的使用习惯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这三种便利的形式 它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们都很清楚 这个数据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像ForEach出组 对吧 以及这个放映环 那也不用说 放映环肯定是把 你这个要便利的这个对象 肯定都非常清楚才行 还有这个$P的Each呢 这个倒是已经封装了 不过它是平常写这块的 一种习惯写法 好 那我现在出一个题目 针对这个需求出一个题目 就是你能否写一个函数 尽量简洁的一个函数 让它能同时支持这种这种和这种的便利 写一个函数 大家不要说弄一个函数 把这三个逻辑封装起来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考察到这里的点 也是特别接近于这个DAC模式 大家往这方面去考虑 就是根据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初中 就是我们应该写一个函数 它能同时兼容这三种数据结构的便利方法 对吧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 也是这个JQuery Callbacks的这个地方 就是上一大节讲那个观察者模式的时候 也是那个JQuery Callbacks 然后那个页面呢 它里面引用了JQuery对吧 这个环境我们就不再改了 这样我们这个页面中 我们把这个之前的JQuery Callbacks这块删掉 然后直接来写吧 就是你的代码 你可以把那个代码保存一下 我们这就删掉了 然后我们就安装PPT的代码来写 首先定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定一个NodeList 好NodeList 我们这儿既然有这么多A标签 那我们就直接使用A标签的了 对吧 也不必距离于说Phillips使用P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JQuery的对象 那既然这儿有A标签呢 我们就也是直接使用这个A标签 这样比较方便 对吧 OK 接下来呢 我要干嘛呢 接下来我要进行这个便利 对吧 我们先便利数组 便利数组 我们通常是用ForEach 好 打印一下 然后 加空格 便利完数组 如果便利NodeList 便利NodeList 那只能是用这个 就是默认情况下 我们只能是用这个For循环了 因为你除非做了封装 要不然它这个NodeList 是没法做ForEach的 因为NodeList 它本身不是一个数组 所以说它没法做ForEach OK 那我们就写一个比较笨的一个For循环 好 第三个呢 是便利这个Decority对象 Decority对象 我们默认都会用这个Each 因为Decority已经给我们封装好了 对吧 Each这门参数呢 是K和Element 就是K和Value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打印一下K Element 好 这就是三个便利 对吧 三个便利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还是我们用之前的方法 我们通过HTBZorah 给它起一个精彩的服务 这样的话 我们去访问这个881 然后Test2 有一个错误 我们简单看一下 有一个 这个地方多写了一个点 回来之后清空刷新 OK 大家看 123出来了 然后那个 便利Nodalist也出来了 Nodalist 这是从A1的打印到A5 然后前面带一个Index 这是便利这个GQR对象 这个也已经完了 就证明我们的三个是生效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写一个什么呢 我们先把它简单一注释 简单一注释 接下来我们要写一个 统一的一个便利方法 叫E债吧 E债Data 然后写完这个便利方法之后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E债这个函数 既能便利数组 又能便利Nodalist 然后又能便利这块对象 好 那我们怎么写呢 第一步很重要 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传统的对象呢 变成一个GQR对象 其实就是生成迭代器 这个生成迭代器这个概念 我们这儿就是先是代码去演示 我们下节会讲在这个UMR类图中 它的迭代器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这儿如果是有点困惑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它什么叫生成迭代器呢 就是之前的这些数据结构 数据对象 经过GQR一转化之后 它都怎么样呢 它都会继承了GQR 给提供的这个E债函数 对吧 好 有了E债函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便利 好 我们直接打印一下 这两个参数 就变出来这两个参数 OK 那我们刷新 好 大家看 0 就是前面 01234 01234 这些都出来了 说明这个已经成功了 那通过这个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讲那个迭代器模式的 那两个特性 第一个是顺序便利 有序集合 这个是有序集合 大家要注意 有序集合 因为这三个都是有序集合 它都是类数有形式的 但是对象就不是有序集合 因为对象没有顺序 然后呢 是使用者不必知道 集合的内部结构 就是 你像我们这个地方 把这个 无论你传的数据类型 是什么样子 对吧 我们都通过这块 变成一个这块对象 接下来就可以简单粗暴的 通过一个意识方法 就便利了 也说不知道 走到这步之后 我们是不知道这个 Data到底是什么数据类型的 对吧 我们也不知道 它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知道 它的长度是什么样子 那你这儿都不知道了 那你使用者 在使用意识的时候 肯定就更加不知道了 对吧 好 这就是那个 迭代器模式的一个实例 对吧 感谢观看